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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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威 中假姑 大家好 我是韓國威 中假姑 以往都是呢 我是在自己家自己主辦嘛 但是我的家好像沒有辦法 真的展示我的 真正的廚藝 有這種好的廚房才可以 展現我的華麗的廚藝吧 所以呢 今天我來到一個網友的廚房 歡迎我們的 朋友朋友 網友 網友 好非常好 你很 我很高 但看得到我嗎 你太高了吧 要旁邊一點嗎 沒有沒有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你今天會 叫我煮什麼東西 我有看你喜歡吃糖醋排骨 我有講過嗎 沒有 幫我怎麼接 我非常喜歡排骨 可是你知道糖醋排骨有很多種做法 真的嗎 真的 比如說你們韓式的中華料理 有一種 它是偏白色的 對 它們有蔬菜嘛對不對 那台式的就是用番茄醬 你有吃過嗎 對 就是紅紅的 在熱炒店 但比較江浙式的 他們是用糖燒去燒焦糖 去滷 然後收汁變成糖醋排骨 我今天很專業 跟昨天有點不一樣 我昨天只是想睡覺 我們昨天拍了一支影片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超級好笑 台式其實上網看了看 然後今天教你做台式就太遜了 我們教的比較複雜一點點 台漢 台漢不要 我有點想開黃家你忍住啊 沒有 沒有我今天也是以學習的角度 哪個部分 黃腔嗎 真的假的 在台灣要到YouTube 還是需要 都學習起來 妳這樣妳看我第一個印象是什麼 講很多 爛的笑話 妳覺得我笑要爛嗎 就是因為爛才好笑 這不是我要的答案 妳覺得好笑嗎 非常好笑 這樣 妳的經紀人 妳不要說出來 誰知道是我經紀人 妳要講我們這邊 我們今天要煮的是什麼 特別的糖醋排骨 我們就會把番茄的元素拿掉 像韓式跟台式的都是 外面有一層脆脆的 對對對 但我們這個不是 我們這個是外面不會裹粉 所以其實你們這種 苗條的女生其實蠻適合 不是妳要這樣 妳會切東西嗎 可以可以沒問題 妳切開始嗎 妳可以讓它施一下 可以喔 妳可以讓它切切開 可是如果妳看不下去 妳再伸出什麼 真的嗎 妳真的不要再講話了 看不下去 真的嗎 我已經在頻道裡面 拍過很多次料理教室 有看過啊 我每次覺得廚藝退步的時候 我就會看妳的頻道 為什麼 我還是很會煮 好 首先我們要先把這個豬肉 洗過 因為它這個水啊 跟血水會比較臭 所以你把它洗一下 血水 對 血水 洗一下 我都知道 真的會煮飯嗎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加一個鹽巴 鹽巴 骨頭裡面那個血水 生成那個水分 可以釋放出一點點 所以我們等一下去炸的時候 會特別香 然後有鹽也會讓肉提甜 妳聽得懂嗎 慢一點 好嗎 鹽巴 喔 雞肉 雞肉 妳妳 這我來 為什麼一直說妳 妳剛才拿一個就 可以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好奇怪喔 好了 加一點點酒 揉它 就是要軟化它 為什麼 讓它 可以更軟嫩 酒的味道 我老婆是我第一個學生 真的喔 她是來上我的課認識的 下課之後我就問妳說 像妳今天上完這好課有什麼 感想 有什麼感想 她直接跟我說老師妳可不可以加深入一點 深入一點 深入一點 這不是暗示 什麼是暗示 妳懂為什麼 妳聽得懂嗎 真的聽得懂 對啊 還不可以要深入下去 好來 試試講 捏好了之後我們等一下來炸它 妳把它放進來 那我們等油溫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炸 但妳先洗手 好 好久沒有寫東西 妳喜歡煮飯嗎 但是很喜歡跟你一起 我結油溫了 我是說 就是有很棒的老師 有很棒的學生這樣子 這個很奇怪的方向耶 不是很棒的學生通常是老師說的 好來 這樣妳要切 切 大小 太大了吧 我忍住 不會 剛剛好 欸 不要壓 來 妳看妳是用壓的 妳有沒有看到 它已經出水了 妳要用滑的 好好好 我們來試試看 可以吧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不錯耶 妳看 看著到後面 趁著就用拍的好了 好 拍 好可怕 老師 妳不要每次老師都是我在做 這我們要炸囉 喔 喔 好 吃飯 妳有沒有看到它每一個的顏色 好 到這個顏色之後就好了 用顏色來判斷它的肉的香氣 炒加糖有兩種 一種是加水 一種是加油 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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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身為主說 我們今天用水的方式來攪糖 我們把糖放進去 可以了嗎 還不行 我覺得我的個性很急 很急 我覺得煮飯本 尤其是煮這種 是不想等 這一定 讓你味道 喔 燙嗎 燙 他在 他在 講冷笑話沒有開謊槍 這是冷笑話 台語 在爛笑話爛笑話 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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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了 來 我們丟進來 耶 還是翻鍋 妳可以嗎 來 給妳 可以可以可以 妳兩隻手也可以 先開一個喔 很重耶 等一下等一下 沒在動 黏在那邊了 因為妳沒有用力 欸 還是沒有用力 好難喔 好難喔 好 我教妳妳這樣 妳來 它是一個 冠性 妳要出去拉回來 出去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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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一隻手 來 特寫 不是這邊 是這邊 我們把這些東西全部丟上去 這樣好了對不對 我們這時候加一點點水 還要煮一下嗎 醬油 有有有有 這個還要再煮一下 它主要是讓它上色而已 好 酒 然後我們加醋 這個醋是咖啡色耶 對 成年醋 跟我一樣 年紀了 然後呢 我們就讓它燒 你看它現在的水分其實是很多 很多 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讓它 水分變少 然後因為糖的關係 它會越來越濃稠 很香耶 這個醋味 它的香氣已經出來了 先讓它滾 然後看要不要休息一下 水分的佳 水分的佳叫水庫 然後不是 你不都學煩笑話 是這樣子 這要講到一個理論 對不對 還有理論 有理論 我們有時候真的覺得這笑話 真的不好笑 可是 我們要想的是 就跟煮飯一樣 或許 這道菜我們不喜歡吃 可是 會不會有人喜歡吃 你不知道 所以這道菜很難吃 你覺得 他覺得 他覺得 但他順便不覺得 我們要照顧的是這些弱勢 你看蔡哥也很辛苦 你以為她的笑話好笑嗎 也是不好笑 蔡哥怎麼樣 幫妳說 來看一下 這邊 你看差不多 你看它的醬汁多濃稠 來我們給慶桶 水 通常啊 他們這樣子就上桌了 那可是因為我們要想要有一點點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再加一些 譬如說 甜椒啊 洋蔥啊 花椰菜 去拌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來排檔 所以這時候 你的倒空又要展現了 怎麼 那瓶線拿走 那瓶線拿走是不是 擋到我的小Freddy嗎 第一集 他聽得懂 我切這個這個給你切 好 頭 好 尾 好 切一刀下來 它是圓的對不對 刀子進去 順著 好來 OK 好我SOLO SOLO 那我們接下來囉 好 加一點點胡椒 醬油 然後呢 我再加一點點的香油 鐵仔香氣 好 我們來排盤好了 來 蔡老師不在的時候 花椰菜燙的時候呢 你要撒一點鹽巴 要燙的時候加一點點的 紋子進去 它會亮亮的 會比較好看 讓花椰菜不要燙太久 好 這邊收汁對不對 嗯 然後呢 我要你 把醋 嗯 你在旁邊 好 醋排骨完成了 耶 耶 謝謝 謝謝 我來吃肥肉 這個肥肉也應該超好吃 這種酸的加肥肉的解膩 對不對 而且它外皮很酥 很酥 因為我們炸過了 然後我們要長時間燉煮 怎麼外面還是酥的 是不是 很神奇的 你會煮的嗎 可以的 我有自信了 你下一次拍片要煮這道菜 你要要誰 我要當好媳婦 想起我 男生來吃 周星哲 聽到沒有 我幫你約他 你就是我們吃嘛 謝謝你 是不是 肉質很棒 為什麼 他咬一口 他就會 很juicy 你已經失去主持的能力了 正吃再說嘛 好好吃喔 好那今天 非常謝謝老師叫我 糖醋排骨 之後 也會在家裡煮煮看 真的嗎 你覺得我可以 就是 啊這個不用不用講了 什麼東西啊 沒有沒有 我可以當好媳婦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當好媳婦 欸 好媳婦的重點就是 笑臉 真的嗎 可以 然後要 會 會煮飯放後面一點好了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希望你們喜歡 大家也可以去訂閱 Fred老師的頻道 好再一次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我希望你們喜歡 大家也可以去訂閱 樓師的頻道 可以吃色彩營 主要 真的是膠做菜 對 但是膠做菜 中間還有一點點 比較 好玩的元素 喔好玩的元素 好那我們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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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吃 San想要看 很可愛